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9月1號星期三 我們又來看看這個幣圈發生什麼事 在過去24小時裏 根據CoinMarketCap的資料顯示 截至截稿之前 BTC現價佈47322美元 跌幅達到1.07% 而ETH現價佈3527美元 升幅達到5.06% 接著又來跟進一下其他二線加密貨幣的市況 增幅最大的二線加密貨幣是DOT 現價佈30.16美元 升幅達到9.19% 而跌幅最大的二線加密貨幣是LUNA 現價佈31.42美元 跌幅達到7.1% 接著又來看看其他重點消息 這宗消息是來自CoinTelegraph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說 加密貨幣是一場醞釀中的災難 在星期二的訪問裏 特朗普就被問到有關於加密貨幣市場的看法 他的回應就是說他喜歡美元 而其他的貨幣可能是一場醞釀中的災難 在訪問裏面他還提及到 他會將保護美元主權作為他首要的任務 即使以上對加密貨幣不利的評論傳出 但對加密貨幣的價格影響不大 BTC在當日只是微跌了大概1% 而ETH更加升了6% 講完前總統的評論 那不如又講一下現任的看法 這一則消息是來自bitcoin.com 根據報導指出 拜登政府只是推動將全球加密貨幣數據 共享規則 納入他們3.5萬億美元的預算案裏面 財政部希望有關加密貨幣的企業 報告有關於外國賬戶持有人的訊息 以便美國可以和全球貿易夥伴共享入面的資訊 根據財務部的綠皮書透露 基於加密貨幣市場具有全球性的特質 為美國的納稅人提供了一個可以使用 離岸加密貨幣交易所的帳戶 和來自不同供應商的crypto wallet 去隱瞞他們的資產和應繳稅收的機會 美國的納稅人還試圖利用這個漏洞 去避免在美國提交稅務報告 為了打擊加密貨幣資產被用作逃稅的可能性 來自第三方的帳戶信息 對於幫助識別納稅人和加強自願納稅的動機來說 是非常重要 為了得到這些信息 美國的官員也需要提供美國公民的信息數據 給其他國家作為稅務信息交換協議的一部分 與前一則的新聞相比 現任美國總統拜登政府雖然打算對加密貨幣行業開刀 擴大稅收用來投放到他們的基建科案上 不過比起前總統對形容加密貨幣 在一場醞釀中的災難這個說法 似乎面對加密貨幣的態度上 現任拜登政府都相對比較積極 下一則消息 這一則消息是來自Coin Telegraph CryptoPunks的始創單位Lava Labs 與荷里活的頂級agent簽約 一星期內的銷售額突破了3億美元 Lava Labs是廣受歡迎NFT項目CryptoPunks背後的團隊 根據荷里活在8月31日所發布的文章中表示 他們已經與荷里活的agent UTA達成了協議 UTA將會代表Lava Labs處理有關電視、電影、遊戲、授權和出版方面的知識產權交易 首先提及CryptoPunks的背景 CryptoPunks是在2017年面世的 而他們是其中一間用以太坊為基礎去創建NFT的公司 過去的日子裡 CryptoPunks的項目一直都是一班相對小眾的人去支持著 但隨著NFT行業的崛起 在今年CryptoPunks頭6個月的銷售額已經高達25億美元 而與UTA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更加是對他們公司一個重要的理程碑 因為你一宗交易亦是意味著在Blockchain上創建的內容 正式進入主流娛樂行業的先例 可能之後我們會看到很多有關經典電影的NFT面世 接下來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宗趣聞 這一則消息是來自經濟一周的 根據報導裏面所說 有一位90後的朋友 早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 即是BTC都還未去到3000美元的時候 靠打機累積了大量的BTC 因為當年的遊戲公司不想用現金去做獎品 所以就選擇了用當年都還未有那麼高價值的BTC來做代替 就好像一隻當年很Hit的遊戲一樣 聲製爭霸去做例子 頭四名是有100至500美元做獎品 但第五至第八名就只有25顆BTC 如果當年的玩家Stronghold到現在 25顆BTC計算賣賣都有800幾900萬港幣 不知道這一班所謂得不到頭幾名的玩家手上還有多少BTC 但這個故事就真的引證了不要看少一樣資產的爆發潛力 這一班玩家就真的靠打機打到上了岸 如果聽眾們有這一類型趣聞 不妨share一下 讓我們可以拿出來提醒一下自己信念的重要 好 今日的分享有暫告一段落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和按鐘仔啦 我們星期五見 拜拜